基督教要以每日灵修7月31日 第三卷第四章28节 引用经文以西节书18章20节 罗马书6章23节 所谓至于死的罪与不至于死的罪 天主教主张信徒必须自己补罪来赎罪 为了自圆其说就愚昧地区分 某些罪是不至于死的小罪 另些则是至于死的大罪 大罪需要重大的补罪 而小罪能以较为简单的解药结出 例如颂读主导文 洒圣水 借弥撒解罪 他们自导自演对神大不敬 他们一直在谈小罪与大罪 却无法分辨二者的差别 只笼统地说内心不敬钱和不解是小罪 然而圣经是区分意和不意的唯一标准 我们根据圣经宣告 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 信徒的罪是可赦免的 并非因为那些罪是不至于死的小罪 所以他不当死亡 乃是因为神的怜悯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他们不被算为有罪 因为神赦免了他们的罪 他们的罪已被涂抹了 所有的罪 就本质而言都是至于死的罪 天主教非常不公平地诽谤此教义真理 说异教徒才相信所有的罪都是等同的 我们可以用他们自己说的轻易地反驳 我们只要质问 在他们所称为至于死的大罪中 是否承认某一罪比另一罪较轻 既然他们承认就表示 至于死的大罪不都是一样严重 为何都是至于死的呢 所以他们的谬论不攻自破 既然圣经明确地说 罪的工价乃是死 然而人若顺从律法 就必因此活着 违背律法的结局是死 他们无法回避这样的定案 他们的罪是如此众多 他们能从自己的补罪得到什么结果呢 如果每一个罪都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来补罪 则当他们正在思想补此罪时 又在犯更多的罪 因为连最敬虔的一人 每天也要跌倒多次 当天主教徒正束腰准备补自己罪的同时 也正在累积许多甚至不可胜数的其他罪 既然他们能为自己补罪的确信已经破灭 为何仍坚持己见 留恋此迷信呢 他们仍认为自己能补罪 这是何等的健忘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